这个是我们继续来研究为什么这个death wobble还没有被解决 上次换了轴里的U-joint 但是网上的人们告诉U-joint并不是发生 是能够引起这个death wobble的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今天呢把这个车的track bar拆了 不是这个 这个是原来车上的那根track bar track bar是干什么用的呢 它是放在这个车上使得它是能够固定你这个前轴相对于你车身的位置是偏左还是偏右 所以说它也是连接这个前轴和那个大梁的一个很重要的和车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么刚才把它拆下来呢 还有两个位置 这边有一个连接的地方 然后另一边有一个连接的地方 可以对比一下 现在觉得应该是这部分的问题 可以看到它这个是有一个胶套 把它这个金属的固定在里面 那给看一下啊 你们可以看到 它在里面 可以有轻微的变形 怎么能够固定在这 它里面可以有轻微的位移 但是就是这一丁点的位移就足够使得 它的车身晃动了 然后呢 这个是以前从别人那里拿下来的一个别人拆车的件 虽然不知道它这个原型在车上跑了多少公里 但是可以大概的看一下 对比一下这个新的和这个旧的 可以看一下 旧的这个这个胶套都已经磨损了 它都已经出来了 新的这个也不算是半新吧 半新的这个还算是比较完好的在里面 它在这边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胶套还比较的新 这个胶套就磨损的比较厉害 它已经往里走的比较多了 那我如果使用施加相同的力 在这个上可以看到 它是很紧的 而原先我拆下来这个可能是坏的呢 它的位移就很多 所以有可能这个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我们把它装上去 再测试一下 要把它安装回去呢 在车身上 这个是固定在大梁上的位置 这边这个是可能看的不太清楚 是一个 是一个bracket 然后另一端固定在这边 先把一端固定在这儿 这个一会儿要用125磅每ft的力矩 趁着那边还没有固定住呢 尽量的把这边这个先放进去 因为这个力矩很大 一旦拧住一边 另一边就不太好放进去 有的时候可能车身会有一点的形变 导致它这个螺丝孔对不太齐 那个时候就可能会需要用一个 用那个千斤顶把车子稍微顶一下 让它的左右有一定的形变 我这个刚才拆下来的时候车子完全没有动 所以应该是能够孔对孔的 把它再推回去 这个这一步就比较费 就比较省劲了 好了 现在两边都螺丝都已经捅进去了 剩下的事情就是要给它上125磅每ft的力矩 这是个力气活 因为这毕竟不像是在修车店里面 可以两个人配合着 或者是有两个 可以把车架起来 比较好下手的地方 所以只能用一些土办法 比如说在螺丝的另一边套一个白手 然后让它和大梁能够有接触 相当于有一个力矩能够顶住它 要不然的话 125磅靠自己拉实在是 太费劲了 先换一个小白手 这个大白手摇起来 现在还不到使劲的时候 太费劲了 如果有两个人 要一个人帮忙在里面幅度那里也得好办一下 不过 发挥一些想象 一个人也可以把这个活干 应该是能够上劲的时候来了 先把里面的那个扳手扶针 不要让它歪着来 歪着来很有可能 让里面的螺丝损坏 所以一定要把它扶针 让力是垂直于它 瘦在上 好 想换上力矩般上 125磅的劲儿 那可是很累的 走 走 啊 这还没有到 哇 这也没有到 我去 哎 这也那么大 多二十 125磅的力有这么大 哎 倒了 OK 哎 我里面那个 扳手是紧紧的卡在那 用一个办法把它敲出来 找一个狼头 使劲把它敲一敲 敲松了 那就可以把它拿下了 啊 可是它敲不松了 那怎么 里面这种时候呢 哎 按照反方向的力 让它往回扭一点 就可以带着另外一个 往回走 哎 哎 好 哎 下来 OK 再要做的就是去把另一边上紧了 快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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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在地上太滑了,使不上劲儿。 嗯,上脚。 我去,那劲儿这么大。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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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再用力气扳手 把它拖克回去 今天就结束了